是不是很擔心? 看到太太的腳很累 不要緊 因為這次我們煮的是雞腳湯 必定可以補一補它 Hello 大家好 我是Izac 文森哥哥 我是Migo Migo 我們今天煮的湯就是 響朗鴨腎律子 淮山杞子雞腳湯 Yeah 喜不喜歡喝雞腳湯? 喜歡 而且現在肚子開始大 真的要補一下腳力 是不是很累的? 會 因為重量多了 重啊 走樓梯也重 要提醒大家 其實在響朗方面 要早一天浸 而且一開始浸的時候 就要用清水洗乾淨 然後浸著它的時候 浸一晚 第二天用的時候 記得了 其實那個水是可以用的 好了 今天我們是試一下 補一補雙腳 立刻煮湯 好 律子煮了15分鐘 然後拿出來 然後輕輕按摩一下 按一下 哇 多快? 就可以把殼和殼分開了 淮山其實很多時候都有硫磺味 只要我們用之前 浸它15分鐘 然後把硫磺味浸出來 所以你煮湯喝的時候 就不會有酸味了 令我們這鍋湯 響朗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想它濃味一點的話 更簡單 將響朗一開二切開去 這樣煮法就會更加有響朗味了 我們來吃一遍 就是要的 吃三八 ames 蝸也 我們來吃吧 今天ona裏 還是要吃 上級的 我來吃 工作室 我們來吃 一杯 吃